日本经济恢复速度放缓 日元最近为何比美元更为强势 大家好 欢迎收看ACY证券今日市场分析 我是你们的分析师Peter 今日亚盘时段 日本方面发布了第四季度的GDP数据 高于前值并远低于预期值 可见日本的经济并没有像市场想象中那样快速的恢复 和其他西方国家不同 日本的防疫措施 更为的严格 疫苗接种率较高 国境封锁也被延长到本月底 然而日本的疫情却在节节攀升 日新增病例数接近10万例 还未有见底的迹象 这便导致经济反弹力度不足 日本的股市也在不断的震荡下滑 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看 宽松一直是日本央行的主旋律 但由于长期的负利率环境 导致日本政策快速紧缩的可能性极低 市场也早已经将宽松纳入市价当中 影响股币市场的反而是鸽派的力度 由于西方国家普遍已经开始加息的计划 导致日本国债价格脱离指引 上周央行承诺将无限量的购买债券 以实现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目标 行长黑田东眼近日也再度表示 推出宽松必须要等到通胀率接近目标 而目前日本的CPI年率通胀仅为0.8% 离2%的目标还有不小的距离 本周四将公布最新的通胀数据 值得重点关注 看似鸽派的局面实际上并没有为其经济提供足够的刺激 日本央行只是在维持局面而非加大宽松的力度 和之前首相风波中市场所期待的超量刺激大相径庭 日本央行正面临无力宽松也不能加息的困境 可见日元仍将保持中线贬值的趋势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日元作为避险的货币 近期与美国的股市呈现强富相关 最近美股连续大跌让日元获得了避险需求 成为了最近最强势的货币 因此在中线看跌日元之时 需要警惕全球股市的风险事件 其中就包括了俄乌关系的恶化 美日货币是最近不错的看涨配置 一旦今晚美国的PPI数据暴涨 便是美日触底反弹的机会 从美日小事出来看 受到美国股市下滑的影响 日元升值每日大跌 不过考虑到各大股指纷纷跌至了月初的关键低点 存在快跌快涨的可能 因此日元贬值每日看涨 是中短线值得关注的机会 从形态上来看 虽然每日跌破了短线趋势 但仍然在中线趋势上站稳 ATR真实波动率整体上扬 说明多空正在激烈地争读 一旦决定方向将有趋势的行情 整体来看 交易策略可以采用 坟低做多为主 入场位置主要关注趋势线上 115.1附近 在下方则是115的前低点 可以作为左侧交易的止损参考 入场的时机可以配合威廉指标 从超卖区回归中心区的多头信号 尤其需要关注本周四的日本通胀率 如果通胀率不及预期 每日货币队便有大涨的机会 限价上方的短线阻力在115.7附近 再上方则要看116.3的突破行情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今日关注数据 欧元区有第四季度就业人数纪律 12月份贸易账 美国方面有1月份PPI月率 以及2月份纽约联储制造业指数 以上便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